高端疫苗二期解盲成功 部分受試者也開始陸續申請提前解盲 但現在有外送員得知打了安慰劑後 想接種其他疫苗 卻在施打站先吃了 閉門根 接到被打的安慰劑後 這名外送員決定引專案身份 要施打莫德納 沒想到到了快打站 因為只有口頭告知 沒有申請文件 被以有混打風險為由 拒絕接種 讓他感嘆自己成了疫苗孤兒 高端疫苗受試 其中打了疫苗的有三千兩百多位 安慰劑的則有五到六百位 未來沒打到的這群人 可再參加延伸性計畫 補施打 整個試驗將分成五次回診 以及三次電訪 包含計畫說明 簽署同意書 抽血等檢驗 再來就是兩次接種和回診 各種安全性評估 如果解盲是所謂的安慰劑組 那試驗中心會開給他一個證明 那他就可以去那個公費的接種站 去接種 參加實驗的民眾 就算被告知施打安慰劑 但用口頭說確實無法證明 畢竟每個施打站 都沒有辦法承擔混打風險 受試者就必須先申請證明 再接種公費疫苗 才不會有類似疫苗孤兒的案例發生 再來請問顧遠松 三星期台北 採訪我們到 10 被告中心地